一年一度的美日印马拉巴尔军演将于下周一正式开始 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次美日印三国分别派出航母参演 并特别设置了航母联合作战的环节 有印度学者称 三国联演带有针对中国潜艇的意味 有分析认为 在中印边境对峙持续之际 印度妄图在海上开辟新的焦点以混淆视听 为期十天的美日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将于下周一在孟加拉湾上演 据印度时报周三报道 印美日的演习舰艇将会先在印度青奈集合 总计约有15艘左右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 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 印度海军的维克拉玛迪亚号航母 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准航母将一同参演 此外 有消息称 美军还将派出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一艘洛杉矶级攻击潜艇 以及三到四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而印度方面也将派出六到七艘军舰和一艘基洛级潜艇随航母一同参演 印度由于是在印度洋这个方向就是主办这样的一个演习 那么它要突出自己在印度洋的这种主导的能力 所以它会把这次参加演习的舰艇飞机的数量尽量的扩大 那么日本它是从专守防卫转为了跑到原海去 它的目的主要要彰显日本现在正在逐步走向所谓正常化 它要显示自己从防守转为进攻的能力 由于这些国家的意图各不相同 所以我们看到它这次的演习的规模比往年要大 另外它演习的科目很可能要进行相应的增加 演习的重点将会放在海上巡逻 侦查反潜等方面 此外还特别设置了航母联合作战环节 不过有观点认为 虽然印度也派出了一个所谓的航母战斗群 但或将沦为打酱油的角色 美军航母在联合作战领域的经验自不必说 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的出云号细节来看 自卫队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积极布局 上周日 日本招入电视台公布了记者 跟随海上自卫队最大战舰出云号 在南海巡航和训练的全过程 本次探访中 出云号的作战指挥中心也被罕见曝光 日媒毫不讳言 设置这个指挥中心的目的 就是瞄准了今后的所谓联合作战 众所周知 日本自卫队自带升至日起就已与美军联合作战为核心理念 海上自卫队更是被外界戏称为美国第七舰队反潜大队 相比之下 出身俄系的维克拉玛迪亚号能否有效融入美的联合作战体系 存在很大的疑问 此次印度将派航母同美日进行联合军业 那么三国航母也是罕见的同时现身 那么印度的这艘航母的作战能力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印度的维克拉玛迪亚号航母 它的前身是苏联海军的戈尔什科夫号航母 在2004年的时候呢 印度是以7.4亿美元的价格委托俄罗斯进行改造 那么2013年的时候是正式交付了印度海军 它呢号称是目前印度作战能力最强的航母 而在维拉特号航母去年退役之后 它也成为了印度海军目前唯一一艘航母 维克拉玛第二航母呢它的全长是283.5米 最大的宽度呢是59.8米 满载排水量达到了45300吨 人员编制为1924人 通常呢可以搭载26架米格29K舰载机 以及10架直升机 那么我们看到该航母的飞行甲板呢 它的设计是总体是比较成功的 在改装之后航母的飞行甲板面积是增加到了10200平方米 这比原来的6200平方米呢是增加了近60% 这呢就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机 另外呢原本航母船头的武器也是被全部的拆除 从而改装为了滑越甲板 以便米格29K能够进行滑越起飞 那么这呢也是考虑到了舰载机的一个使用效率问题 而值得一提的是 额印当初签订改装合同的时候明确规定了 只能够采用额制的雷达以及电子设备 于是呢额方在改装施工的时候既不预留线路 同时呢也并没有提供开放的接口 那么这就封死了印度海军想在舰岛上换装西方的雷达 以及电子设备的可能性 于是印度海军在无难之下 只能够请额方在舰岛的后面加装一座后围杆 但是呢也只能够在上面安装 卫星通信天线数据链以及夜间铸降灯光等等这些西方的设备 因此呢在下周的美日印三国连演的航母联合作战环节当中 维克拉玛第二号航母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外界都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毕竟印度呢既非北约的成员国 同时呢也并非美日的盟友 那么三国的军事设备的互联互通水平开放程度呢 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因此有观点就认为 印度航母参演的政治意味要远远大于实际 事实上本次领演中的反潜环节可能是印度更加看重的科目 印度时报称本届演习的主题将是潜艇搜寻 印度与美国将一起出动P8反潜机来猎捕潜艇 能搭载9架直升机的日本出云号也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这种程序里面的设备